哇,那個車好像多了一兩匹這樣哦! 哇,真的是,嚇到我油輪吃一下! 哈囉,大家好,我是Vilan,現在我人叻,就來到三位這邊啦,其實今天叻,我是要改一些東西,上去我的車 也不算是改啦,其實大多數的東西都是plug and play的 那麼我就來到這一家店啦,這次我來安裝了這些東西,大多數都是plug and play罷了 然後我們就來到這一家店啦,那麼現在我們就去看我們這一次會安裝什麼東西 然後這個是什麼X-Cool Auto Aircon,算有做Aircon,什麼都有做啊! 然後現在就帶你們去看我會改的這些東西,ok來! ok好各位,首先我們看到第一樣這個filter咧,這個filter的售價是$229.9 那麼這個200多塊,其實是有什麼用具的?它有更高的過風率啊,那麼你就更好的這個performance之外咧,還有就是它 這個是可以洗的,就是你不用丟,你可以洗乾淨了,又在用,洗乾淨又在用 ok,直到用它整個LAN為止,好像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咯,這些NUT咧,一包就有4個 如果你是4個洞的車咧,就是4個螺絲的車咧,去買4包就對了 ok,一包是73,因為如果我們有放這個錶對不對?怎樣講咧,它是Multi的 就是control unit咧,可以control很多個東西,然後進去一個錶的 所以如果你們不要放到整個車,好像飛機這樣子咧 你可以選這個錶,那麼你可以選這個你需要看到的這個資訊咯,好像什麼boot sensor,oil press, fuel press, water temp, oil temp 那麼我這次就選了三個,oil temp,oil press,跟water temp 這個錶本身咧,就是已經是1499,如果你要water temp,你就要加這個adapter,這個adapter是$42.9 好,那麼這個你要放oil sensor的話,就是你要看oil press或者是oil temp的話,你就要這個adapter,這個adapter本身99個了,所以如果你按到整個表來咧,其實都是差不多就定 1600-1700塊啦,就有完成我的adapter,這個radial cap本身咧,本身就是$59.9 然後,這個是把那個蓋在那個radial cap上面的,這個東西$75.9,完全CNC honeycomb弄出來,然後我這個就是拿來索黑油的,normal索黑油的這個蓋是$58.9 要以我這樣子來看啊,所以這輛City改裝的東西,就是filter跟那個nut罷了,所以這兩樣東西加起來大概是$500多塊左右,for這個City啊 但是換了filter,你會立刻感覺到那個engine的response,完全是不一樣的,我這些全部東西加起來啊,大概是$2400多塊左右 ok,還沒有包安裝那些東西,只是買料罷了,就$2400多,所以現在我們就要進入去換上這些東西 好,各位在我身邊咧,這個就是這一間店的老闆,來老闆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Mr.Lu,这边是X-COOL Auto Aircon啊 你们做什么比较多? 我们有做冷气,修车,有做Wirering,还有安那些跑车的东西,也有做改车啦 就是好像换车吗,换鲍鱼啊,这些有吗? 换鲍鱼那些全部也是有,Brambo那些也是有 也是有做啦,全部也是有做 这次你接到这个任务,你说要帮我,你有什么心情? 非常开心,今天见到你非常开心,真的是非常开心,我第一次见到你啦 我会帮你做到更加好啦 下次有车友啦,要过来这边安装啦 没问题 给他们一个Best Price 一定一定有一个Best Price的一定 你讲是Villian Choi介绍过来 一定一定 然后他们你就要给他一个漂亮的价钱 对对对,一定 然后我也看到里面有那些Banley啊,跑车 好,因为那些跑车Banley,现在我做了两Banley是因为是在做冷气啦 所以你要拆完整个Desktop出来 要拆到我们整个Desktop都做那个冷气咯 非常多够啦 换cooling coin 多久会坏那种车? 差不多大概它的寿命是5年 什么车都是大概5年啦 就会要弄一次啦 要弄一次啦,没有办法啦 大多数做什么车比较多? 什么这本车,JDM这本车全部有啦 好,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找他 在三位这个地方 包山,包海,全部有啦 X-Cool Auto Aircon 然后我看到一辆32 这个是GDT还是GDR? GDR来的 现在跑到多少钱? 这辆GDR现在的市价应该是要300千 34 34也是300 这个比较值钱 这个是我们做的 对,它现在是做那个Nismore的Meter 哦,整个Meter 整个Meter要换那个白板 Nismore的Meter现在跑到多少钱? 其实那个价钱是高高啊 嗯,高高啊,飞上天 好,OK,谢谢老板 OK,谢谢 记得给他们折扣啊 一定给折扣! 谢谢,谢谢! 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Meter已经进了去啊 OK,然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 这个就是SIMOSA的这个CLEANING KIT 主要就是可能你就要2万公里,3万公里过后 Meter肮脏了啦 你要洗要怎样洗呢? 这个是原本的,原装 第一把那个Filter拿出来 吹干净 吹掉那个DAS 然后就用这个AirFilter Cleaner来洗 过后又要吹干 然后再用这个AirFilter的Oil Oil放了上去呢 它就是其实是一层辣这样子 类似好像油很像辣这样子 放在进风这个地方 然后呢 就可以放回去用了啊 OK,这个就是他们的CLEANING的步骤 很简单的了 好处for这个CIMOTA的AirFilter Oil 就是它是无色的 TOMOTE的AirFilter都可以用 不像其他一些牌子有颜色的 那么是白色的Filter就变了它 那个颜色咯 它这个油呢是透明的 什么Filter都可以用 好,我再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个轮胎 ET35在HONDA这 然后它是这样子有出来一点点啊 一点点 OK 最后我要换更宽的轮胎 就更加BASS了 好,它现在我换了这个 CIMOTA的这个螺丝 换了这个螺丝 这个就换了 这个是换了 BANG,你喜欢吗? CELLAMO,我的TEM 我的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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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出来 那座出长 我对tschaft小营 我去开工一轮 您进cidoところ 是的,所以 ha关� lit genius,那个TEM 因为这个什么TEM 我发现 Sugik 在短比方的GIM 满马度之间 我吶 我满 Kong -所以它是不能动,那么我们现在就用车把电池填抹向上 -那它就用车把电池填抹向上 -哦!这个把电池填抹向上 -是,有电池填抹向上 -那它就用车把电池填抹向上 -这就是电池没的? -现在只要滴滴直到车把电池填抹回来 -好了,各位,经过一个短暂的等待 现在我们的这个全部已经做好了 表那边我给王谢带你们去看 emissions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不会轻微轻到我的视线 然后我也不要放上面 如果我看这前面轨车它会影响到我 所以我就在同一个视线里面 如果我看这边 我还可以看到到前面 不会这样危险啦对不对? 而且这个地方我也没有看到了 因为这个A柱也是会顶住的 所以这个地方也不会 敢弄到我的这个三角径 也不会弄到我的大径子 里面 这个就是我的Oil Pressure 啦 Oil Pressure我柴油 它就会上啊这个就是黑油的 Pressure 再来第二样东西你可以看到这边就 WT就是Water Temperature 83度 OIL.T就是Oil Temperature 76 然后现在我给你们看一看多一样东西 它是有这个Remote Control的 这个Remote Control叻 主要叻就是给你来Control 你看啊 它颜色是可以变的 OK啊可以变青色、蓝色、红色 呃这个有点像 Tiffany Blue这样 然后有点 Purple 选择了过后你Confirm 还是你就不要管它 它会关掉 然后它就启动回了 OK 这样就代表它set好了这个 当然里面还有可以set Warning啊什么Water Temp 多少度你要有Warning 好像现在我按着Warning OK它又set住 然后你按Water Temp 所以现在我的115度叻 它就会Warning啊 啊看到啊 OK我就set好了哦 按住Warning 然后你按Oil Temp OK它就讲105度的时候我就会亮到你可以调的 我这个表叻其实是可以看完这个规模上面的所有东西啊 然后Water Temp Oil Temp Exterior Temperature Oil Press 现在boost 几多 然后Fuel Press Battery 这些7样东西 7个功能的表 可以全部进完这个Meter Meter了过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数据 我觉得非常棒啊 我也不想弄它很像飞机这样子 那么多东西 如果过后我要是不是 我就再加多一个 Battery 咯 Battery 看一下Wattage 看多一个Fuel Press咯 就这样子就好了 现在它也有送我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 那个 你们有看Fast and Freelance吗 它们就是有按一个NOS啦 一按了就 很快的 然后它送了我一只 不过其实这个是枕头啊 枕头咯 OK可以放在这边 好来到引擎前面咯 我们的这个黑油盖也就是 引擎油倒进去的地方 然后我就 也换了这个Works的盖 水箱 水箱上面的这个盖 我又换了Works的 整个吸引器出来的非常漂亮 里面就换了Works的Filter 然后其他东西 都全部进去车里面了 表面就看不到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这个Works的显示 铐渣 Computer啊那个东西就全部在里面了 它是看不到了 所以就也不用管它 OK 然后NOS也全部换了啦 好各位这样子今天我的这个 算是一点小小的这个改装 又或者是plug and play 就已经完成了啦 这所谓人靠衣装 佛靠精装 车要快 必须改装 OK 所以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视频叻 就到这里啦 主要是非常感谢Works Engineering 还有这个 对间店的老板 Exco Auto Aircon OK 人手帮我安装 帮我做全部东西 而且手工 漂亮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视频叻就会到这里 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尽量可以联络我 如果你们要安装什么东西啊 什么啊可以找他们 那么你们要买Works的东西 当然也可以去找Works OK Works Engineering 那么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Bye 好各位,现在我就驾着这辆车回家嘛 对不对 我就换了那个前面那个 Intake filter嘛 对不对 哇,那个车啊好像多了一辆屁这样哦 我不懂做什么,连引擎的声音都变掉了去哦 哇,真的是 哇,吓到我油轮次一下 哇,这个车好像快了哦 很有feel啊 那个当你踩油的时候反应快了很多 我们过后 去remap 看有没有机会可以上马力